主料,鸡蛋一个,去皮的虾500克,紫菜积20克,辅量,油,盐,香葱50克,五香粉1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香葱切末混入去皮的虾剁成虾酱,加入鸡蛋液汁,调盐,五香粉搅拌均匀,用手筛几次虾酱,避免虾黏,让其滋润几分钟,让虾更好的入味。 调化糊,取200克面粉,倒入适量水,搅拌均匀,浓度,也能挂住虾料为佳,可如图用手测试一下,以面固滑向速度很慢为佳,取整块紫菜皮,将净好的虾酱均匀的铺在上面,然后从一口卷起,倒半径为3厘米左右时减下,团紧,再卷下个,注意不能卷得太粗,不易炸熟,太细, 虾的纤维会破坏,全好的紫菜卷买好,一边起锅,加热油,油多点为宜,将紫菜卷放入面粉腔,只匀挂上面粉,可以多挂点糊,因为这样炸出来会更酥。 带油烧至八成热,下虾卷卷,不停的翻滚,使虾卷受热均匀,带金黄,可控油出锅,如果你喜欢酥点的可多炸一会,切虾卷卷,所有的虾卷炸好后,将虾卷切成一厘米左右厚度的虾片,即刻装盘,紫菜经过炸后完全没有腥味,半有虾的鲜味,即爽口,又满吃牛香, 烹饭技巧,为了保持虾的鲜味,无需加太多的调味料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